人婦慘死於沙漠 內臟不易而非 真空逍遙法外15年後終於落亡 而殘酷的現實就將人性的醜陋表現得一覽無遺 大家好 我是頭盔 我們今天要說的案件發生在二十多年前 一名華裔的婦人在沙漠中被肢解 被發現時場面異常恐怖 而當表面的證據直接指向種族仇恨時 警方竟然有意外的發現 一場扭曲陰暗的三角關係浮現出水面 到底這是什麼案件呢 就讓我們今天一起去看看這件事件的細節 1999年11月22日 加州舊金山的皮諾爾警局接到一個報案電話 28歲的華裔男性雷蒙德很焦急地向警方求助 他表示他的同居女朋友亦是他大約一歲兒子的媽媽 名叫愛麗絲 消失無蹤 雷蒙德向警方表示 在前一天 女朋友如上一樣 駕駛住家裡的豐田房車去社區大學上課 之後就一直都沒有回家 而在兩天之後就是感恩節 這個本來是和家一家團圓的好日子 沒有人想到會聽到這樣的消息 警方聽到之後迅速展開調查 他們詢問了愛麗絲的父母以及朋友 但並沒有得到任何有關行蹤的消息 而根據其中一個朋友向警方表示說 愛麗絲非常痛愛她自己的兒子 而過幾天就是她一歲兒子的生日 愛麗絲一定不會錯過這一個日子 除非是有什麼意外發生 愛麗絲的父母非常擔心 因為原來當時她的女兒已經懷孕4個月 警方在每一個區域大面積地張貼了愛麗絲的尋人啟示 終於到了11月24日 警方收獲了一條線索 在11月21日也是愛麗絲失蹤的當日 她曾去過家附近一個購物中心的蛋糕店 去為她的兒子訂購了生日蛋糕 警方聽到之後立即趕到購物中心 很快她們就在停車場裡發現到愛麗絲那一輛豐田汽車 經過她們仔細調查了汽車內部 然後又查探了周圍區域的監控陸像 但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 警方推測愛麗絲現在狀況十分危急 不排除被人綁架的可能 於是她們決定去找愛麗絲的男朋友雷蒙德 希望能夠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警方去到雷蒙德的家 而接下來的音樂令人感到十分意外 因為一個名叫謝西加的華裔女性 出現在雷蒙德的家裡 而她的行為舉止與雷蒙德十分親密 女朋友愛麗絲才失蹤剛剛三天 究竟為什麼她已經跟第二個女人在一起 而且還被對方進入她的家 面對著警方表現出來的疑惑 雷蒙德並沒有任何的掩飾 她很坦誠地向警方說出她們三個人的關係 她表示謝西加是自己另一個女朋友 而愛麗絲是知情的 聽到這裡 警方自然都是一頭無水 於是就準備去詢問更多的細節 原來雷蒙德同時跟兩個女生交往 而且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愛麗絲和謝西加彼此認識 並且一同都認同這段三角關係 她們表示相處也算是融合 而更令人驚訝的是 兩位女性都為雷蒙德生下了小孩子 而在不久之前 謝西加和雷蒙德的女兒才剛剛出生 警方聽到這件事之後 心裡覺得未免有點荒唐 但整件事在雷蒙德的口中就是輕描淡寫 她表示兩個女人都十分愛她 三個人和平共處 而愛麗絲失蹤後 謝西加就走過來陪伴著自己 而且還幫忙照顧愛麗絲的兒子 不過警方又覺得這件事未必是表面上那麼簡單 她們在家裡四位查探 終於在車房裡發現了有一袋裝有愛麗絲衣物的垃圾膠袋 而在睡房裡的衣櫃 以及屬於愛麗絲的衣櫃裡 愛麗絲的衣服也全部消失無蹤 對於這一方面 警方有理由相信雷蒙德向他們隱瞞了愛麗絲失蹤的詳細情況 於是在場的警員決定採用測方儀器 而雷蒙德也竟然答應接受 結果雷蒙德並沒有通過測方儀器的考驗 不過警方也清楚明白到 測方儀器僅僅只是一個輔助工具 她並不足以對雷蒙德實施任何的拘捕 警方需要的是實質的證據 時間轉眼間來到2000年1月24日早上 在奈華達州的東部一片塵土飛揚的沙漠裡 兩名採礦工人正在進行日常工作 當去到沙漠邊緣的時候 他們突然發出驚嚇的聲音 他們看到一具殘缺不存的物體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一半外露而另一半就埋在沙裡 兩個人定睜一看 心裡覺得似乎是一具人類的身體 於是他們決定迅速報警 警方趕到來後 迅疾對現場展開調查取證 由於沙漠的環境惡劣 發現到驅體早已高度腐爛 但仍然能夠辨認出是一名女性 不過已經完全看不到面部的容貌 身體的頭部沒有了大部分的頭皮 全身損毀嚴重 身體右邊的胸部以及大部分的腹部 包括裡面的內臟都消失無蹤 警方發現到驅體有明顯被動物撕咬過的痕跡 所以懷疑缺失的人體部分 應該就是由某些動物而造成 再經過法醫深入的調查 發現到這位女性的軀體上有多處的槍傷 也在附近的地面上找到幾顆散落的子彈殼 所以很明顯這件是謀害的事件 而這裏正正是案發的第一現場 在取證的過程中 警方還在圍體附近的泥土以及圍體的衣服口袋裡 找到一些類似金錢遊戲的紙幣 紙幣上就寫著NOW以及ZOG的字樣 而當中有什麼含意 調查人員並不能在當下做出判斷 而當沒有資急的是 警方必須要去調查這位女性的身份 根據身體的腐爛程度去推測 這位女性離開世界的時間 已經有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 所以警方決定由失蹤人口方面去展開調查 而很快就通過牙齒以及DNA的比對 確定這位女性的身份 而她正正就是兩個多月前失蹤的愛麗絲 愛麗絲被發現的沙漠 距離她的家住處有300公里遠 而問題就是為什麼愛麗絲會在這裡出現 以及是誰將她收藏在這裡的呢 負責這件案件的警員莫斯分析表示 將人帶到這麼偏遠的地方去謀害 然後進行分解 作案的人一定對受害人抱有極大仇恨 而在圍體上發現的那些遊戲紙幣 經過分析 上面寫著的NOW以及SOG 分別是代表兩個白人主義至上的團體宿舍 而這一個線索自然是將這件案件 引到種族的仇恨 愛麗絲居住的皮諾爾 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東灣 隸屬於康德拉科斯塔縣 面積只有13.8平方公里 這個地方的人口有超過3成2白人為主 而當地的亞裔就是第二大的族裔 很多人都知道加州曾經是美國種族仇視最嚴重的區域 針對亞裔的種族案件屢見發生 而愛麗絲的離開究竟是否與種族仇恨有關呢? 然而有經驗的探員就更傾向於 這是作案的人刻意製造的假象 他們認為由法醫的報告就能夠看得到 愛麗絲身中4槍 其中2槍在胸部 另外一處就在太陽穴 一處就在眉心 她的面部遭受流宣的摧毀 而最重要的是檢查到她的子宮被撤除 這樣極大的可能性就是 作案的人企圖隱瞞她懷人的事實 而當中誰最有可能是將愛麗絲去謀害? 相信警員已經心裡有數 警員決定將調查的行動 對準雷蒙德以及愛麗絲的私人生活 從而獲取更多有力的線索 經過調查後發現到愛麗絲出生在中國 3歲時隨著父母移民到舊金山 愛麗絲一直都是父母的驕傲 她的學習成績非常好 高中畢業後 她順利考上加州大學大維斯分校 這間學校是當時美國最頂尖的公立大學之一 只要能在這裡順利畢業 這樣等待著愛麗絲的必定美好的前程 不過愛麗絲的父母慢慢想不到 一場校園的戀愛 將女兒的命運徹底改變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愛麗絲和一個名叫做拖母的男孩子拍拖 跟所有的校園情侶一樣 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在一起 兩個的性格非常合格 有一次拖母帶著愛麗絲參加了一場派對 其間有一個華人的面孔引起了愛麗絲的注意 而這一位男性就是當年26歲的雷蒙德 當時他是一間公司的科技顧問 雷蒙德也是小時候跟隨父母從香港移民過來 類似的移民經歷 令兩個人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而雷蒙德成功的商業人士形象 深深吸引著剛剛入大學的愛麗絲 過了不久愛麗絲就和拖母分手 然後就和雷蒙德展開了一段充滿激情的戀愛 而在他們剛剛交往幾個月 愛麗絲就意外懷孕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阻礙了他們熱戀的腳步 因為愛麗絲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 接下來究竟要成為一個母親 還是選擇繼續完成自己的學業呢 經過再三的考慮 愛麗絲選擇了前者 或者是出於對雷蒙德的愛 又或者是不忍心扼殺一個小生命 愛麗絲很堅定地把孩子生下來 並退學然後當一個全職的媽媽 愛麗絲的父母對女兒放棄學業 當然會感到惋惜 但畢竟做媽媽也是人生中的大事 所以他們也十分支持愛麗絲的決定 愛麗絲開始展開和雷蒙德的同居生活 在小孩子出生後 愛麗絲真的成為了一位好媽媽 在日後的時候他專注孩子的起居生活 而晚上就去讀夜校 日子過得充實而且快樂 雷蒙德也非常努力上進 他為這一個小家庭提供充足的物質供應 甚至用積蓄投資了幾套房地產 一切看上去似乎十分完美 所以不禁令人廢解雷蒙德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三角戀愛 而愛麗絲又為什麼會因然接受呢 警方調查了愛麗絲的電郵 令事情的真相一點一點清晰起來 愛麗絲和謝西加的確彼此認識 但就不像雷蒙德所說兩人相處融合 相反可以說他們是彼此憎恨的仇人 他們兩個在往來的郵件裡互相攻擊謾罵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才是雷蒙德最愛的女人 另外由愛麗絲寫給雷蒙德的一封郵件裡可以推測到 在愛麗絲的第一個孩子懷孕期間 雷蒙德的確和她的前女朋友謝西加有出軌的行為 愛麗絲在言語裡透露出希望男朋友改過自身 和自己一起好好撫養即將出生的兒子 很可惜事實並沒有按照愛麗絲所想像的一樣 警方還有一個重要的發現 就是愛麗絲買了一份200萬美元的人壽保險 而雷蒙德正正就是保單的受益人 感情的糾紛然後再牽涉到金錢的誘惑 令到雷蒙德的嫌疑更加大 當愛麗絲的遺體被發現後 警方已經第一時間再次來到雷蒙德的住所 可惜就發現雷蒙德已經和謝西加一同離境 前往去到加拿大 並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回來 於是警方申請搜查令打開雷蒙德家的大門 入到屋後首先他們就注意到一些細節 搜查人員在這間房屋裡 幾乎看不到有關於愛麗絲生活的痕跡 取而代之的全部都是謝西加的物品 很顯然謝西加已經成為這家的新女主人 然後他們帶走了雷蒙德的私人電腦 從中獲得很多驚人的發現 電腦技術人員恢復了被刪除的電腦數據 其中就包括數千小時的網絡錄影片段 片段記錄了網絡上一些真實的案件過程 絕大多數都是關於女性被謀害 被侵犯 被虐待等等的內容 而警方的另一個重要發現 就是雷蒙德和謝西加的一個電郵內容 雷蒙德在郵件裡向謝西加表示 不需要再對愛麗絲進行騷擾或威脅 因為他會親自去尋找處理愛麗絲的機會 在郵件裡雷蒙德告訴謝西加 你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 事件來到這裡 警方基本上已經確認到雷蒙德作案的可能性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舊金山的新聞媒體 竟然突然收到一封來自阿里安兄弟會的郵件 在郵件裡 他們自稱要為愛麗絲的離開負上責任 而眾所周知 阿里安兄弟會是美國有名的犯罪集團 他們奉行的就是白人至上主義 面對著這樣的挑釁 警方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大為震驚 但他們也馬上意識到事件中有一些不妥當的事情 於是他們就開始追蹤這封郵件的來源 經過技術人員的分析 警方調查到發送郵件的IP地址 是由加拿大卡爾加里的一間網吧 而卡爾加里正正就是雷蒙德和謝西加 在加拿大入境的所在地 面對著眾多巧合 警方迅速聯絡當地有關部門進行調查 結果不出所料 雷蒙德的確在那間網吧出現過 不過很可惜這樣並不能成為雷蒙德謀害的證據 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雷蒙德和謝西加竟然回到美國 警方當然第一時間把雷蒙德帶回去調查 原來他們兩個剛剛就在加拿大的卡爾加里 完成結婚的註冊 所以兩人的心情甚好 面對著審問雷蒙德恥口否認謀害愛麗絲 而對於那一封計劃謀害的電腦郵件 雷蒙德就向警方解釋表示 自己只是為了安撫謝西加的情緒 雷蒙德的態度令警方感到十分氣憤 但令警方更加無奈的是 所有這些微小的間接證據 都無法證明雷蒙德的完整犯罪事實 究竟如何才找到對於案件徵破起到決定性的人證和物證 幾經搜查取證後 警方已曾經在雷蒙德的電腦裡 發現涉及兒童的非法視頻 最終在2002年 因為雷蒙德擁有這些兒童片段 對其進行指控 對於這個指控 雷蒙德也直認無謂 最終被判以兩年刑期的處罰 而在出獄後 雷蒙德繼續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 而愛麗絲的謀害案件 始終都沒有新的進展 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來到2009年 雷蒙德怎樣都猜不到自己再次被拘捕 因為按照美國的法律 凡有風化案件前科的人員 必須每年去到相關部門進行登記 而雷蒙德就是忘記沒有去登記 即使如此雷蒙德也沒有為他藐視法律的態度表示協議 他繳交了10萬美元的保釋金之後 然後被釋放 然後他為了躲避風頭逃回中國 而一離開就是三年半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 警方一直都沒有查到有關雷蒙德的任何消息 他就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而就在專案小組都認為 這件案件將會定性為原案被割置的時候 案件竟然突然有了轉機 而原因竟然都是雷蒙德自己的疏忽 2011年12月19日 當年愛麗斯謀害案件的主要負責人 來自皮諾爾警局的莫斯探員 接到一個來自聯邦調查局打來的電話 裡面表示雷蒙德因為持有假護照入境 被他們拘捕在舊金山的國際機場 莫斯探員聽到這個消息後 十分震驚 他向聯邦調查局表示自己會馬上趕過來 原來雷蒙德這次回到美國 是為了探望患病的父親 他因為知道自己的身份沒辦法順利入境 於是採用一個假護照假身份 企圖門天過海 但卻沒有想到被海關釋破 在過關時被扣留拘捕 探員莫斯知道後既興奮又緊張 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拘捕雷蒙德的大好機會 不過如果在保釋之前都找不到證據的話 就只能眼白白看著他繼續逍遙法外 這時候留給警察的時間並不多 究竟他們這次能不能把握到這次機會呢? 警方迅速展開調查 莫斯探員偷偷找到當年案件 至關重要的人物謝西加 這次是莫斯探員 警察生涯中最有挑戰性的一次審問 因為當時愛麗斯這件案件已經過去了12年 警方如何能令謝西加開口說出真相 就成為至關重要的關鍵 在審問的初期 謝西加雖然已經表現得十分緊張 但仍然閉口不言 似乎是知道警方並沒有掌握到關鍵性的證據 並且他已經向警方表示說 一早已經和雷蒙德分手 根本就不想再去管雷蒙德的事 但經過警方幾天以來的審問 再加上警方對謝西加展出了心理攻勢 情況終於露出曙光 警方向謝西加表示 你嘗試去調換位置去思考一下 假如謝西加是唯一知道當年真相的人 雷蒙德一定會找機會來處理謝西加 現在唯有跟警方合作 才能夠確保自己的安全 聽到這裏謝西加心理崩潰 終於都決定將自己知道的事實說出來 在回憶起那一天 謝西加的身體依然在戰鬥 他向警方講述了那一趟可怕的沙漠之旅 1999年11月21日 雷蒙德開車載著謝西加及愛麗斯 去到內華達州邱吉醫院的沙漠裏 雷蒙德制定的計劃是 說給愛麗斯知道自己將會帶謝西加過來 然後準備在沙漠裏處置謝西加 但是真實的計劃其實是要處置愛麗斯 謝西加向警方表示他當時坐在後排 整個旅途上雷蒙德和愛麗斯都在爭吵 就快去到目的地的時候 雷蒙德將汽車開到遠離公路 以及公園的一個偏僻地方 雷蒙德向謝西加表示 留在車裡 接著他和愛麗斯走了下車 然後繼續爭吵 幾分鐘後車外傳來幾聲槍響 謝西加看到愛麗斯躺在地上 然後雷蒙德就威迫謝西加下車 將武器放在謝西加的手裡 然後就對他表示 你都需要去動手 否則後果自負 謝西加知道自己必須要照他的說話去做 否則雷蒙德是不會放過他 於是謝西加轉轉 向著愛麗斯隨便開了一槍 事後雷蒙德吩咐謝西加首先上車 而他自己就繼續留在車外 去實現他那些變態的幻想 他很殘忍地分解了愛麗斯的身體 最後他也將事前準備好的遊戲紙幣 放在愛麗斯的衣服裡 希望能藉此迷惑警方的調查 從而令自己擺脫追捕 警方有了謝西加這個證詞 立即就以謀害的罪名 對雷蒙德實施逮捕 在調查中 警方還知道當年在開車前往沙漠的旅途中 雷蒙德曾經在一個休息站做過短暫的逗留 而後期警方也在那裡找到目擊證人 時間到了2015年5月27日 事件發生15年後 法院終於開庭審理這一件案件 最終陪審團裁定雷蒙德犯有一級謀害罪名成立 判處終身監禁50年不得假釋 而謝西加也承認自己是同謀 但鑑於他願意與警方合作 所以被判處5年的刑期 愛麗斯這件事件經過15年後 終於迎來了這場正義的審判 2018年雷蒙德對之前的審判提出上訴 但卻被法院駁回 所以她的餘生都將會在監獄裏度過 不會再有機會傷害其他女性 在審判這件案件的時候 當時一個檢察官名叫瑪麗 曾經很感慨地表示說 21歲的愛麗斯是一個溫柔有愛的母親 亦是對父母懷有感恩之心的女兒 她本來應該擁有一段不可思議的人生 但我們在同情世者的同時間 是不是都應該去反思一下 應該如何對待愛情 其實這位檢察官的意思 就是指在戀愛當中失去理性和自我 不顧一切的人 因為大家試想一下 當時19歲的愛麗斯 如果她沒有因為愛情 放棄在美國大學讀書的機會 她會不會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呢? 如果她在得知男朋友出軌時已經選擇離開 她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樣的經歷呢? 其實愛情十分美好 但我們仍然需要保持一分清醒 不需要在虛幻的夢幻中沉淪 更加不需要浪費人生在無謂人身上 今天愛麗斯的案件來到這裡結束 大家又如何看愛麗斯的人生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下你們的意見 希望大家能夠給一個讚好 或者在下面留言說一句鼓勵的話 因為大家簡單一個行動 就已經能夠幫助到 《頭盔雪岸》這個頻道的發展 以及希望大家繼續踴躍訂閱《頭盔2.0》這個頻道 我是頭盔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